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e教练 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下视频 我们刚说的周线 然后目前情况 上次我们给的空单还是存在的 还没有指到 只是我觉得指移目标 可以下来一点点 我觉得可以 可以至少拉到这根针 因为一般如果 假设这个如果成立 这个空如果成立 除非它就是一直在这边范围 它应该是会下来扫这根针的 然后甚至扫到这下面 只是我们的目前空单还是这样 止损在这边还是没有被止掉 这一周 接下来我怎么看这个盘 我 现在就看这一波反弹 我觉得 这一波反弹 其实这个给大家很多机会做空 这里是最优的机会 我上次给大家的 后面我就没有再说了 因为其实后面这里也可以做空 点79都可以做空 你看这里我们创了个新地以后 反弹到大概点79这附近 其实这里又是可以一个做空的位置 那降下来了 有没有 就很接近了 没有到减79 只这里做空的话 止损就放在上面就可以 所以我说 止损还是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 我觉得也是会类似的 我觉得接下来一两天可能会反弹 戳到这里 如果这里上不去的话 如果扫不掉这里的话 也不排除它要扫掉再下去也可以 止损就还是保持在这里就好 如果是做空的话 其实这边应该会是一个阻力的 在这边 这是一个12小时的 bearish order block 我们这最后一个上涨 导致我们跌破这三个 12小时K线 那这12小时级别 这边会是一个阻力 所以如果想要这里做空的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 只是这边做空的话 就被扫掉的风险大一点 止损就放这里 只是如果假设 我没有去做这个空 只是如果要去做空的话 就是会大概这样子做 止损挂在这里 然后这个还不一定是底 只是可以大概59836 59,800这里做空 因为现在风险其实越来越大 由它越跌 其实就上去被 如果你止损拉得近的话 被擦掉的风险越来越大 当然止损也可以放这 也可以这样子做 其实也可以这样做 只是比较激进一点 就是放这里 这上面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59,700 我估计 接下来这一两天可能会 如果要跌下去的话 应该会这样子跌下去 然后再去一起去扫掉 另外一个可能 然后就是看我们这边 撑不撑得住 我觉得会先反弹 然后下来 这边也是一个支撑 因为这边是我们的 Bullish Order Block 所以现在我们就卡在这中间 那就看哪一边先跌破 这边如果涨破的话 它有可能这边变成支撑就出发了 是有可能这样子 如果这边可以突破的话 就要看这个回调 踩不踩 如果这里踩得住的话 这里可以 其实就是一个转多的机会 去出发 如果这里变阻力 接下来就是看这边跌不跌得破 如果跌破的话 这里就会变一个阻力 然后就会下来 然后到我们下面的目标 我们待会再讲下面的目标 我就先默认 还是会跌下来好了 因为最近大家又开始提起什么 Meme Coin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般这种情况出来的时候 就代表大家对这个牛市过度自信 我是觉得这牛市还在 只是我觉得如果现在去买什么 一些狗山寨狗币的山寨币 是有一点过度自信的 我觉得很大概率会下来这里 目前的氛围还不够恐慌 要至少在一个震荡 再一个震荡 我上次跟大家讲 就是大概在这里 这单我会做 如果下来的话 51,680 然后止损 我就给它带一点空间 挂在这里 然后止盈空间的话 可能就是比如说放在这里 或者有可能新高 也有可能 我是觉得如果这是大底的话 这是有可能新高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看 只是这个止盈的话 会根据接下来怎么跌下来 去取决止盈的空间 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这里止盈 也有可能 保守的话就这里止盈 就看怎么跌 如果是在那边震荡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踩下来的话 那止盈可能就是在这个底下这里 这个阻力这里止盈 因为这里有可能继续下跌 再试一次 如果再试一次 撑住我们可以再上车一次这样子 就不要被挂在这个半空中 切来切去的这个价钱 所以看 接下来这个价钱怎么走 决定我这一单的止盈 止损已经定了 就是这里 我觉得要跌破这里 是有一点点难度 只是暂时就这么定 止损这里 然后止盈的话 就等 看这个结构怎么走 我觉得应该会蛮快的 可能就这一周就蹦下来 最好是快一点 然后下一周 这个月还有大概12天左右 12天我们把月线收上来 其实这样是最好的 我们比如说 接下来三五天跌 然后12天 然后接下来五天 就立刻垂直上涨 然后这就 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大底 在这里 这是我觉得是最理想的一个结构 然后把月线收得漂亮 大概是这么看 然后如果比特币跌下来的话 山寨并 绝大部分的应该会跌得更猛 Zcash最近是有一点逆势上涨 我觉得它有可能会持续逆势上涨 因为它的很多大级别的 已经看起来像见底 我有点分心 我猫在叫 所以有点分心 刚才丢失了我的思路 我听到它在叫 就你看这个周线 我们这几周 这两周已经出了 448天的一个新高了 说在这上面 所以不管它这么 如果比特币跌 它是不排除就插一个针下来 因为它很喜欢插针 所以这个我觉得做杠杆是比较难的 除非你就是很低倍的 然后就闭着眼睛干进去的这种杠杆 只是我待会 VIP会员视频我会讲 给大家一些目标 给大家看一些例子 说这为什么 我觉得Zcash是一个 基本上保证 快要保证是一个百倍币 保守的话是30倍左右 从40块大概是30倍币 至少到我觉得至少25倍 至少到1000块 这是很保守的目标 25倍币 所以你现在闭着眼睛 买进去现货是没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 然后激进的话是可以很疯狂的 是破百倍的 所以我觉得它保守是 至少是个20倍币 然后我们讲一下Doge 因为刚才Doge叫了一声 然后我们平常一般视频 我也会讲一下Doge的情况 然后我之前做这些视频 就是Doge的社群蛮支持我的 所以我一直说 就是Doge的一些内容 我都是免费的 就放在公开的目标这些也好 其实我们可以看 就从10到10 如果你去看很多山寨币 存在比较久的山寨币的话 他们一般比如说如果去创新高 就说一般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动 就比如说这一根冲上来 然后就会去熊 好多年在熊市在这个底部 然后去创新高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规律 Doge比较猛一点 它很少会到1.618 一般到1.414就会停住了 所以1.414这是一个指引目标 1.618是比较牛 2.272是超牛的情况 所以1.414 假设你这一指引 你在这边再炒地炒回来 因为很好几年 然后下一波起来的时候 又会是1.414附近 只是这一波是超牛 所以我比较不觉得 它会再来一次超级牛市 它超级牛市就会到2.272 比特币前两轮都是到2.272 所以不一定每次到2.272 比较大概率会到1.414 1.618之附近 我们可以看1.414 1.618 我们狗狗币的目标是在哪里 我之前很多人问我狗狗币 这一轮的目标是哪里 我一直说是1块到5块之间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1.414到1.618 1.5到3.9 所以狗狗币从这里 从这里出发 也是有一个23倍的涨幅 所以跟Zcash的保守估计差不多 只是Zcash的话 如果我们去看它的1.414 2.272的话 就很夸张 如果狗币再来一次超级牛的话 它的顶是有可能到23块 这不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比特币的话 哇 这有点乱 我这Trading View 它把很多东西都记起来了 就很多以前画的东西 我把Drawing洗掉 却没了 好 那就重画吧 比特币 我们可以看它从始到今 这是从2009都有大概的一些K线在这里 然后第一轮大震荡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次 2.272 两次 2.272 所以狗狗币是有可能2.272的 然后这一次就是 这一轮就比较不幸 我这一轮当时也在等2.272 只是没有到 20万这里没有到 所以如果这轮当时有上来 2.272的话就是20万的目标 只是没有 它这边FTX就爆雷了 就unsolvent就爆掉了 那我们这一轮 如果我们在1.41 是2.272的话 所以这一轮比特币的目标 如果这样子去看的话 其实 就是12万到17万 有可能是一个目标 那如果再走一次超牛的话 那就是2.272 2.272是有可能到50万美金 44万到50万美金 一颗比特币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不要排除这个例子 然后上一轮 应该就是这一轮就这样结束了 我之前有说 我觉得有可能是牛是没结束 如果是这个牛是没结束 这只是一个大回调的话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那目标就是 就是20万 所以我觉得太多人看这些目标了 所以比较难说 所以可能大概 我觉得比特币14万到 如果要百分之百命中率的话 应该它的下一个顶 就是在14万到50万 这范围很大 就是这某个地方 有可能就这样结束 也有可能all the way到50万结束 也有可能 比如说Trump当选 然后最后一个超级牛 然后全部冲一波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比特币目标大概是这样子 那狗狗币我刚才就是说的 我刚才给大家看比特币的意思 就是它是有可能连续2.272的 像狗狗币这里一次1.618 那这一次2.272 我虽然一直跟大家说 我觉得不太可能 它会再2.272一次 只是有时候币圈就是这样 你越觉得它不可能 它反而越可能 所以如果狗狗币 再一次超级牛的话 就是特别牛的走势 它会直接2.272 它会到24块 所以如果狗狗币到24块 这是绝对全卖了 我觉得如果有到24块的话 这个倍数也涨得够 然后如果到1.41一次的话 我估计会 如果到2块3左右 然后合并比特币可能 看比特币 如果比特币 狗币到2块3 然后比特币到30万或什么的 那我觉得 差不多2块就可以卖了 这个猫 我放它出去一下 等一下 稍等 他不会停的 因为我把它宠坏了 他只要一叫 我就会帮他开关门 所以他会一直叫 好 那我们来看 比特币 刚才讲完了 比特币讲完了 OK 那今天 今天视频应该就差不多到这里为止 我们就看接下来 扎到这里怎么进展 然后我每天晚上的 亚洲时间晚上 亚洲的下午1点 我会准时直播 我是打游戏 到亚洲时间的晚上7点 欢迎来一起打游戏 一起来聊天 就在YouTube直播 Twitch也有直播 只是YouTube 大部分人都在YouTube 欢迎来聊天 然后如果这些警报有响 我有设计一些关键一点的警报 如果有响的话 我就会在这边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盘 如果比特币可以过61900 我觉得有可能这就形成底 他会想办法再冲一只all time high 只69000会是个大阻力 如果过不了69000 那我默认就是会下来 测试一下51000这里 51000 然后如果跌破这边的话 那就是我们很大概率 会下来42000 这样子 我有这几个警报 比特币的 然后莱特币 我有潮底目标 反正我设的警报 到时候直播间 如果打游戏 打了一半 想的话 我会过来看盘一下 然后我直播就是跟大家说 每天晚上 洛杉矶时间晚上10点 到早上4点 我是夜猫子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没有什么新闻 没有什么其他的新闻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支持我频道 请帮我点赞评论 然后记得点个订阅 我们下一集视频见 我们下一集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